你一直以为乐童是本王的亲生女儿? 难道不是吗? 当然不是,他是邓氏与邓兄的孩子,邓兄救亡而死之时,他尚在墙跑中,而本王答应邓兄要去邓氏过门,所以自他董氏气,一直换本王阿爹。 在北疆的时候,却以侧氏的身份纳了邓氏进门,但本王一直以寡嫂的身份离带他,连他手指头都没碰过。 陛下,你替恩人照顾妻儿是应该,但邓将军为何要你娶邓氏为妻啊? 你这么聪明啊,难道都想不到吗? 邓将军是把将来邓氏的囚犯身份被揭露,想利用锦王侧妃的身份保住他? 是,这也是乐童一直换我阿爹的原因。 邓家当年的案子很大,全门覆灭,为邓轻渝被家铺救出逃过了那一击。 兄弟二人不负恩公所托,带着邓轻渝逃到了北疆。 邓兄仗着一身豪武艺投了军,后面就顺理成章地与邓轻渝结成了夫妻。 而邓兄致死都不忘邓相公所托,要护邓轻渝周全,才让本王娶他过门,护在本王门下。 若有朝一日,他们母子的身份被揭发出来,至少父皇会误以为乐童是我的孩子,从而饶过他们母子。 本王也没有辜负邓兄的生死相托,守护了他们母女的周全。 鹿承锦惜字如今,今日一口气说了这么多,却是方才看着他红了眼睛,实在心疼了。 今天本王讲明了这其中的缘由,某人也不会再吃醋了吧? 我才不吃醋,殿下羞要冤枉,话虽如此,但苏然几次对鹿承锦的伤心,皆是因为邓氏母子,吃醋而不自知罢了。 鹿承锦拽起他,扯向自己怀里,被他扣紧在怀里,清晰感觉到了男人的变化。 炙热滚烫,苏然魂都快惊飞了,羞得满脸通红,慌乱地看向李坚,朝他连连摇头。 鹿承锦也知道此事不妥。 怎么办,可本王房里…… 他却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又惹到他了,怎么好好地说着话,他又受性大发了。 殿下,现在不行,忍忍。 那晚上,你来我屋里,本王等。 男人在脖子间胡啃着,手竟勾开了袋子。 我,我去…… 得到满意的答复,男人这才松开手,放过了他。 临出门前,对他叮嘱。 殿下,还请你不要让邓娘子他们知道咱们的关系,一定要保密。 鹿承锦知道他谨慎小心惯了,他担心,就硬下。 出了院门,转了好大一圈,再拐回自己的院子。 未进门,就见邓轻瑜站在了书房门口等他。 中午这么大的暑期,殿下去哪里了? 邓轻瑜连忙迎上来,关切地问道。 有事出去了一趟。 却从鹿承锦的身上嗅到了一丝淡淡的幽香。 但他知道那绝不是他身上的味道。 女人直觉,他方才定是见某个女人去了。 邓轻瑜胸口揪紧,差点喘不过气来。 鹿承锦静止往前淡淡地说。 他进到卧房,正要换下人抬水进浴房,沐浴更衣。 邓轻瑜却跟了进来。 本王早就同你说过了,这些琐事,府里有叔嬷嬷帮我打理。 宫里有刺一局,无需你操心,你安心照顾好乐童就是了。 殿下,妾身既然已经做好了,你就试一试吧。 不必。 这一次,鹿承锦拒绝得更直接。 邓轻瑜被他两个字呛得脸色一白,他一针一线,辛苦治好的衣裳。 他看都没看一眼,就拒绝了。 他原本是不太敢给鹿承锦做衣服的,因为鹿承锦在那他进门前,就同他说过。 给他名分只是一个形式,为的是护他和女儿周全,心里一直当他是大嫂敬重。 可如今,他已经知道,他明明不是这样无情之人了。 晚上,我亲自下厨做几样小菜,也算是环聚一下。 那同梦里都在喊着阿爹,想来是太久没有见到殿下,想得紧。 还请殿下晚上陪他一起吃顿饭,免得他又跟妾身闹。 本王今日功务荣重,要办公到很晚,明日再陪你们吃饭。 长廷,差人扶夫人回房。 说吧,鹿承锦头也不回,往屋内走去。 邓轻鱼一步三回头,频频往屋内看去。 他见到鹿承锦,从手腕上褪下一根黑色手绳,郑重地收进小机上的檀木盒子里。 解开他沐浴前,都要收好此物,看样子十分珍贵。 回到屋内。 殿下是何意,难道真的打算一辈子就将夫人当作是个吃闲犯的百姓? 让你守着名分,守活寡吗? 大帝,他终是嫌弃我这身子。 他身份高贵,什么样的女人会没有,哪里有桥的圣? 唉,这女人啊,就靠男人养,越养才会越水灵。 红妈,别说这些,乐同在,你派个机定点的丫头守在殿下的屋里,看看可有什么人进出的平凡。 不知不觉,夜一身,当陆成锦再准备着人去摧拾,房门轻轻从外面被推开。 过来。 殿下连起衣都换了。 你不是爱看本王穿这个颜色的衣裳吗? 苏然有些哭笑不得,我什么时候说,喜欢看你穿这个颜色的衣服了,但不可否认。 他穿成这个样子,还真有几分如玉公子的模样。 陆成锦起身朝苏然走去,沿途浮袍扫过,熄灭了一室的灯火。 殿下,等一下,小生鞋好不好? 为什么? 陆成锦明显不想答应,若是小生了,就代表不能尽兴了。 从中午忍到现在,他以为他还能忍得住。 天下忘记了,你的院子里还住着邓娘子,万一被听见。 邓氏所居的西乡房离得也不远,万一听到了,岂不让他起疑? 毕竟,他也是生过孩子的,哪里会不懂这些事? 陆成锦一听,不觉皱起了眉头。 明天,本王让他搬到隔壁的东跨院里去住。 那,今晚,求殿下忍耐些,可好。 陆成锦怕他退缩,就N了一声,算是答应了,他将它放到床上。 其实,本王十分回味第一次,你在厢房里对本王使的那些手段,要不要再试一次? 不要,无耻,可不是无耻吗?被他欺负成这样,还不满足吗? 小女子娇憨的赤骂声,犹如一记催化福,男人热情似火。 苏染被他带动得也情难自艺,好几次差点引出声来,却又被他咬唇忍下了。 床架搁置作响,玄青色的丈帘,如起伏的潮水,退了又涨,涨了又退。 来来回回,无休无止,不知过去多久,当苏染再也经受不住,差点哭出声时,陆成锦终于放过了他,他摊在床上昏沉沉睡过去。 东方天际露白,西乡房那里,邓青鱼握帕子的手揪着心口,跌跌撞撞地回到屋子里,脸色惨白如灰。 自三惊天,小丫鬟回来禀告,有女人进了殿下的卧房开始,她就冒夜偷偷去了她的屋子外面,那些声响,真是生生揪碎了她的心。 而后,婆子们提进去的水,那换出来的带着暧昧气息的被褥,无一不再告诉她,屋内方才发生了什么。 不一会儿,红妈从后院回来,看到她的裤子后,痛惜地说, 夫人,你去洗一下吧。 邓青鱼才发现,自己的裤子湿了,她又羞又恨,终是忍不住眼面乌叶一声,哭出了声来,红妈心疼地上前扶住她。 夫人既然这般忍不住,先前何不照老奴的主意,让小小姐去敲门呢? 她连晚饭都不同于吃,眼巴巴地等着那个女人来,一看就是急看中她的,我们若贸然打断她的好事。 万一,万一她恼羞成怒,舍弃了我和女儿怎么办? 现在,她还不敢冒这个险,如今首要,她要先弄清楚房里的那个女人是谁。 你打听到了吗? 夫人不必担心,凡事总有个漏脚的地方。 咱们现如今啊,住在这里,总会知道那个狐狸精是谁。 红妈铺好床,劝她赶紧睡一会儿,邓轻云哪里睡得着? 夫又从床上起身往路沉紧的卧房去,到了前边,堪堪站定,就听到屋子里隐隐传来一声叫呼。 紧接着,床架发出的歌之声,又一下接一下地传了出来。 昨晚闹了那许久,尽早又来。 红妈比她更老道,也忍不住扫红了脸。 哪怕隔着距离,邓氏还是听到了二人的动静,还有女子情不自禁的隐声。 真真是如鹰气宿,娇媚婉转,邓氏只觉得全身发凉,紧紧地缩紧了身子。 袖鞋内的十个脚趾扣紧地面,全缩起来。 又不知过去多久,太阳都冒尖了,才看见长婷又换了婆子们拎水进屋。 红妈估算着时间,提起早已凉透的时盒。 差不多了,咱们过去看看吧,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妖精。 刚刚转到前门口,就听到吱压一声开门声,看到陆承紧怀里,打横抱着一个头戴青色木犁的女人出门来。 陆承紧一眼就看到了邓氢瑜,脸色一沉。 你怎么在这里? 邓氢瑜眸光止不住地往她怀里的女子身上挑去。 殿下,妾身特意给您做了早点。 听到邓氢瑜的声音,肃染的困意全省,吓得直往陆承紧怀里缩。 本王此事不得空,早点你自己和乐同吃了吧。 说吧,抱着苏染,越过邓氢瑜,扬长而去。 邓氏那句,她是谁,终是没敢问出口来。 她知道,她没有资格问这句话的。 一出院门。 真的将你送回去? 万一阿云问起,你要如何回答? 殿下还好意思问,若不是金晨,我早点回去的话,阿云说不定还没醒呢。 要不,本王将你送去客栈好好休息一天。 阿云那边,只说你去善堂看那些孩子去了。 不等苏染答应,陆承紧对长廷吩咐。 你派人前去清茶? 等陆承紧带着苏染跨进锦云客栈时,里面已空无一人。 陆承紧静止将她送去客栈后面独设的独门小院。 你再次安心歇着,晚上本王再来见你。 不用麻烦殿下了,我息息好了就自己回去。 陆承紧依了她,留下长鸾连同几名暗卫,守在院子外面。 她还有事要忙,吩咐好一切后,准备离开。 啊,殿下若得空,就去寻下阿云。 她说,她有话同你说,陆承紧多惊的人,心里大致猜到是什么事了。 怎的,新娘子还没点头嫁人,娘嫁人开始上门向本王索要聘礼来了。 苏染见她越发不正经,不由撑了她一眼。 陛下,你好好地同阿云聊一聊,她是很认真的,你也不要将她当成小孩子看。 坦而,人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懂事。 陆承紧想起昨日长亭来禀报她的事,神情也凝重起来,点头应下了。 如此,等忙完手头上的事后,她折步进了苏承玉的院子,正遇见阿云的屋子里去找她,却听到屋里传来了小孩的哭声。 哭声很熟悉,是乐童在哭。 怎么了? 阿爹,他打我。 他打你? 对,就是他打我,拿着这个架子砸的我。 阿云斜躺在床上。 她是你女儿,亲生的? 我当然是阿爹的亲生女儿。 殿下的女儿,真是好教养。 鲁承紧,气慧听不出来。 阿云这是来回报她之前处罚她的事了。 男儿性子急,就上前护在阿云的床前。 小公子,发生什么事了? 没什么,不过抓到一个偷我阿姐装帘的小偷,被我打伤了。 我才不是小偷,我不过是去庄帘里看一看,你冤枉人。 邓轻语一进门,就听到阿云的话,顿时脸色一白。 她身边的红妈轻轻掐了她一下,示意她不要声张。 阿爹,阿娘,你们看,我的脑袋都挤包了。 这位小公子,你怎么下手这么重? 乐童她还小,就算她又得罪你的地方,你也应该让让她。 阿娘,你都不知道她有多坏,她装睡着了,趁我不住一南木架子砸我。 乐童也开始哭,娘俩哭成一团。 兰儿姐姐,你去匣子里看看,替阿姐检查检查,看少了什么东西。 艾云根本不吃母女这一套,靠在床边,老程郑重地吩咐着。 如今抓到人不见脏,若不清点出来丢的东西,等他们走出这个门不认了,以后找谁去。 兰儿见她似有动怒的迹象,连忙起身去检查了。 你这么小的孩子,怎么恶口伤人,你家大人呢? 这等小事,不需要我阿姐出面,请我没有一句谎话。 你女儿不经人同意,擅自入室,入室后,又擅自翻我阿姐的庄帘,不是小偷,是什么? 路程锦低下头看向乐童,严肃地问她。 你为什么擅自跑到人家屋子翻东西? 邓轻鱼脸色一白连忙说。 乐童她是无聊了,闲逛到了此处,估计是看到庄帘那样亮晶晶的好看,就去看了看,绝对不是偷盗。 可路程锦却看向阿云,饶有兴趣地说。 此事,你想如何处置? 堂堂锦王,问一个八岁孩子要如何处置。 阿云一点也不慌。 若兰儿姐姐清殿处少了什么东西,那她就是偷盗成令,按律送衙门便是。 若没有烧什么,那就是锦王殿下家教顾严,殿下自行领回去,严家教导,加以惩治。 比如,马房可以让她去扫一扫。 你…… 邓轻语完全没想到,一个小小的孩子竟说出这些话来。 路程锦文言,嘴角的笑意却越发深了。 樊先生说的没错,这还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。 若是好好教导,假以时日,前景不可限量。 兰儿清点出来,没有少东西。 阿云瞥了路程锦一眼。 如此,殿下,就带她回去好好教导,千万莫要养成了莽撞的性子。 阿云一字一句,都在回击路程锦先前说过的话。 送客! 邓轻语哪里还有脸呆下去,拉着女儿哭着一路回去。 看到路程锦还没走,猜到他是留下来与自己面谈的。 既然小公子这么爱算账,那与本王这笔账也要好好算一算。 路程锦却从衣袖里拿出一样东西,放在了阿云的面前。 你同王阿姐说过了? 你这是承认了? 对啊,我就是故意的。 目的,你应该不用我再说第二遍。 路程锦毫不客气地揪住她的耳朵,冷冷地警告她。 你若想死,在你阿姐寻到你之前随你怎么死? 可如今小冉她费尽千辛万苦寻到你。 你这样糟禁自己,再连累小冉担心难过,本王就不会放任你这么任性妄为。 你,你放手! 你以后若再敢做这样的事,让小冉担心,本王就将你这不听话的两只耳朵都拧下来,做下酒菜。 恶狠狠地瞪着路程锦。 还不是因为你。 因为本王又如何,你也看到了,你阿姐早已是我的人了,你抢不走也改变不了。 本王劝你识时误,接受现实,好好认本王做你的姐夫。 路程锦丝毫不觉得,这一般威胁一个八岁的孩子有什么不对? 说吧,想通姐夫聊什么? 若是想说上次同样的废话,小心你另一只耳朵。 还有,以后你再敢胡说八道,让你阿姐家孽战,我就打断你的腿,让你在床上躺一辈子。 看着光明磊落,堂堂正正的一个人,内里怎么这么腹黑狡诈,又无耻又止呢? 你既然这么想与我阿姐在一起,那你打算如何娶她?若你没有十足的诚意与决心娶我阿姐为正房正妻,一切就不必谈了。 你这是同意本王与你阿姐在一起了? 我永远都不可能同意我阿姐和你在一起,因为你配不上我阿姐。 那你是何意? 我只不过遵从我阿姐的心愿,只要她开心,其他的我可以不计较。 阿云,本王与你先前并无交集,你为何这般反感于我? 阿云闭了闭眸子,将心底翻涌的悲怆痛以暗下。 大抵是殿下与我无缘吧? 陆承锦才不相信这么敷衍的说法。 殿下不必在意我的看法,我虽不同意,奈何阿姐以心愿于你? 皇后,我也不会再阻拦你们。 恨,只恨造化弄人。 你若真的有心待我阿姐,就请殿下铭记今日之约,获我阿姐周全。 不要辜负她,她实在…… 说到这里,阿云的脑海里闪过一些画面,心中悲痛,险些掉下泪来。 若你此生敢服我阿姐,一定亲手杀了你。 看得陆承锦心头一震,她从没想过,一个八岁孩童的眼睛里,竟写满了悲凉与沧桑。 直到此时,她才真正的意识到,她故意拿针扎踏风,踢伤她自己,并不是一时的赌气和儿戏。 她先前这么做,竟是拿命,再分离自己与她的阿姐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让这么小的孩子,要这么拼命地拆开他们,从而来保护她的阿姐。 阿云,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吗? 阿云摇头不语。 你放心,本王不是言而无信之人,本王既然认定你阿姐,定会与他携手相伴过完这一生,哪怕舍了本王性命,也会护他周全。 文言,阿云凌乱且为难的心里,才稍稍安定风范了一些。 既然如此,现如今这对母子,殿下最好尽早处置,若是让他们这样一直个应我阿姐,我也不答应。 特别是那个讨厌的小姑娘,天天阿爹阿爹地叫,隔着院子都吵得她烦。 你放心,邓氏影响不到你阿姐,她只是一个死了丈夫的可怜女人,本王也只是护他们母女平安周全。 绝无他念。 阿云哼了哼鼻子。 如此甚好。 陆成锦回自己的院子,一进院门,就见那邓氏跪在他的书房外。 殿下,乐童年少不懂事,冒犯了小公子。 殿下要责罚,就责罚切身好了。 陆成锦确实有些生气。 法乐同朝女劫一百遍,看管他的下人,各打二十板子。 本王已差人打扫干净隔壁院子,你们即刻搬过去。 邓氏眸光一暗,双手紧紧握紧,面上却温顺地映下。 谢谢殿下安典。 夫人,这么容易就妥协了? 你没看到吗?根本就不需要那苏然出面。 他弟弟就这么厉害,我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? 且如果他真的就是昨晚与殿下偷婚之人,殿下如今这般盛宠他,我们哪里得罪得起? 手绳的是,邓氢瑜没有办法去找陆成锦问清楚,但他转念却是想到,他之前在金玉楼买过的那对蝴蝶翡翠耳坠子。 如果,昨晚的女人真是苏然,那陆成锦买的耳坠子十有八九,定是送给他了。 想到这里,邓氢如万一试心,再也坐不住,恨不得立刻去找苏然问个清楚。 他一筹莫展之时,红妈却是给他出了个主意,让乐童去他屋子里找找看。 乐童一脸委屈地说,他刚刚打开匣子,就被砸了脑袋。 此举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,可即便如此,邓氢已认定,昨晚的女人就是苏然。 难怪他一个小小书女,敢于燕王推进,原来是盘上更好的了。 若真是他,那事情反而好办了。 红妈此话何意? 夫人想想,他们这个样子并不是一日两日了,可殿下却没有取他进门的意思。 肯定啊,是顾及着他先前与燕王定过亲的缘故。 你摸说皇家了,就是普通百姓家都忌讳这个, 所以他们才偷偷摸摸地在一起。 那如今我们要怎么办? 等日后回京了,这就是夫人手里最好的把柄。 到时,可以以此为邪,让殿下正式引你进锦王府去。 邓氢鱼明白过来,灰暗的眸子骤然亮了。 侯妈放心,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善待侯妈,不忘侯妈今日相扶之恩。 忙完一切,路程紧回到县衙。 长亭,请问一声,苏然可从客厂回来了。 姑娘还没回来呢,小公子还在催,说是让殿下赶紧将他阿姐送回去。 这个小鬼惊,难道害怕他阿姐被他拐跑不成? 漆黑的夜空上方,突然腾起了一朵药木的橘色光亮。 沐乘锦眸光一阵,那是他手下暗卫发出的求救信号。 正是城中锦云客栈的方向,路程紧当即翻身上马,朝那边及时而去。 踏风刚奔出一里的路程,天际腾起第二朵橘色光亮。 路程紧胸口一凉,握缰绳的手,支不住抖了一抖。 一次求救,已是十万火急,两次求救,那却是…… 路程紧胸口死死揪紧,全身都凉了,他根本不敢往下想。 再快些。 话音未落,头顶漆黑的天际,又升起了第三朵橘黄色的光亮。 路程紧的心口已经麻木,等他赶到锦云客栈,里面已血流成河,不见火口。 路程紧第一次感觉到害怕,那种从骨子里浸出来的寒冷巨义。 若是那个女人出事了,他要怎么办? 天下,姑娘被抓走了。 幸好,苏然还活着,长鸾又连忙将刺客留下来的话,向他禀告了。 又是他? 他咬牙恨声道。 当初,顾忌着母妃,她一次两次下令,只捉拿起火口,不伤其性命。 所以才让他一次两次地逃脱。 没想到,他今日竟将独手伸到了苏然的身上。 殿下,如今怎么办? 此处去君山亭,光路程就需要一天的时间。 刺客根本没有留给他考虑的时间。 立刻派人守住前后城门,找到他们逃跑的路径。 一切以保护姑娘安全为前提,令派人守好银库,防备为人趁钝而入。 长亭连忙硬下,陆程级马不停蹄地折回县衙,去找邓轻渝要铁矿图。 殿下,这么晚了,你怎么过来了? 本王想要你的铁矿图? 邓轻渝见他神情紧张,瞬间明白过来,是抓走苏然的刺客要那铁矿图。 殿下,有件事,妾身一直忘记跟你说了,那铁矿图被偷了,正是上回厮宅竟小偷那次被盗的。 陆程级谋光迟疑地盯着他,邓轻渝感觉到他在怀疑自己,心里一酸,当即跪下。 殿下,妾身若有半句谎言,天道无雷红,那盒玉石子是真的被盗走了的。 陆程级谋光陡然一沉,会是谁知道那铁矿图的存在,还知道他在邓氏的手里最后倒了去。 而他竟然毫无察觉,陆程级用力甩甩头,一言不发,折身朝外走去。 邓轻渝连忙追上前去,一把抓住他的袖袍轻不自禁地说, 殿下,只要你想要的东西,妾身哪怕偷出心来都是愿意的,拿会满针不给,求殿下相信妾身。 陆程级听到邓轻渝的话,他回身,甩了袍袖摆脱他。 一扫言重了,本王对你,从来只有托付之意,再无其他心思。 也请嫂子授记不该有的念头,好好抚养乐童长大。 一声一扫,如一剑耳光,重重地打在邓轻渝的脸上,让他撕心裂肺,又羞愧到无地自容,又是抚养乐童长大。 他每次对他的嘱托都只是这一件事,难道在他的眼里,自己就只配做这些事吗? 自己也是一个女人呢。 他红着眼睛,凄凉一笑,丢得真好,如此,他也休想再活命回来。 陆程级想好了万全之策,却没有想到最紧要的关头最重要的东西,却没有了。 如何?可是那紧狗养在外面的小老婆? 正是。 不是说他们还生了一个闺女吗?怎么今日在客栈里搜遍了,也没有见到他们的女儿? 大敌是女儿刚好没在客栈。 苏染的手脚被绑住,还被点了哑学,他默默听着,心里恍悟过来。 这些人原本要抓的是邓轻渝与乐童。 追影走过来,拿黑布蒙上他的眼睛。 老是呆着,不然小心你的小命。 苏染乖乖点头。 什么?你也看上他了? 那个为首的头领回过头来,正好看到坠影蹲在苏染的面前盯着他看。 你不是要找陆程锦报仇吗?正好,今晚先将他的小老婆睡了,后日再杀了他,丢进洞庭湖里喂鱼。 文言,苏染脸色一白,身子却止不住往后面躲去。 师兄,铁矿图是京城那位要的,还是? 谁要的都一样,反正最后都要归于主宫之手。 你觉得后日那陆程锦会去金山亭吗? 哼,他会去的,但舍不舍得拿铁矿图出来换美人,就不一定了。 听三人话里的意思,此次事件十有八九又是陆程燕的手臂。 如此,苏染倒真不希望陆程锦因为他,交出铁矿图来了。 邵县后衙。 殿下,我二妹妹如何了?真被刺客抓走了吗? 殿下可有办法救我阿姐。 你不要太担心,他们是冲着本王来的。 本王没出现之前,你阿姐是安全的。 殿下说说看。 这些鸡舍堵堵在刺客们要的铁矿图上,到时自然就能跟踪到他们,救出你阿姐了。 殿下一定要筹划周全,不要再出岔子,一定要将阿姐顺利救回来。 你好好吃饭,养好身子。 等你阿姐回来,若是你瘦了,又会伤心了。 阿云迟疑片刻,终是乖乖点了点头。 陆程锦起身,对苏承玉说。 后日的贞财银款发放,你替本王去盯着,莫要出乱子。 苏承玉连忙应下,陆程锦离开西跨院,长廷也着急。 殿下,如今怎么办,要不咱们临时给他们做一副,反正那铁矿图他们也没见过。 你终于错明了一回,他们虽然没见过铁矿图,但小碧也听他们的主子说过那御石子大概的模样,所以也不好护了。 若换成平时,他根本不会理会这些,直接与他们对面杀过去就成。 但苏染在他们手里,他半步都不敢踏错。 你老是在这里待着,说敢逃走,你小命就玩完了。 苏染瞪大了眼睛看着他。 我现在就去军山杀戮成锦。 说不定明日此时,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人头了。 坠影转身走了,这一晚,整个山寨的男人,也因为他的到来都睡不着了。 苏染在屋子里,胆战心惊地听着,哪里还睡得着。 幸而,有坠影的手下守着,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 天亮后,屋外的动静终时停了下来。 他迷蒙了睁眼,看着外面的日头。 路程仅此刻,只怕已经赶到了军山亭。 若是与坠影他们缠斗起来,他一人再厉害,双拳也难抵四手。 万一出事,怎么办? 他恨不得立刻逃出这里,去寻路成锦。 你省省心吧,我家是当家说了,你留在这里,或许还能保住一条小命。 你若是想着逃出去,不出这个寨子,就被外面那些男人拆成骨头吃了。 不等苏染从悲痛中回神,门外传来了他们的谈话声。 那个黑衣人头领,眸光发红,做事要串门闯进来,却被坠影拦下了。 师兄且慢。 怎么,你还真的看上他了?你让开,我要杀了这个臭婆娘,给老三报仇。 苏染心口蓬蓬直跳,身子发软,坠影身上满是血子。 我知道大哥要替老三报仇,可就这样一刀杀了他,太便宜他了。 那你说怎么办? 兄弟们不是都缠缠他身子吗?不如先睡了再傻。 你舍得? 当然舍得,不过求师兄行个方便,今晚让我先来。 你不要忘了,那锦王狡猾多端,他身边的女人也不简单。 你忘不可一时心软,再着了他的道。 三弟今日舌在他手里,而那栽淫一事,也被他们识破。 铁矿图也是假的,此去不止无法向上京城里那位交差,更无法给主公一个交代。 你若再因为这个女人物事,到时你的脑袋也不要流了。 师兄说哪里的话,我尝过滋味后,就把他让给其他兄弟,等大家都玩腻了,再杀了他给三弟报仇。 黑衣头领这才点了点头,领着众人愤然走。 屋内,苏然听得心惊肉跳,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,但胸口的那块大石却松下。 他知道陆称锦没出事,如此便好。 房门从外面推开,一道黑色身影走进来,苏然咬牙拔下头上的簪子滴在脖子上。 你若敢碰我,我立刻死在这里。 追影满身血腥气,灰褐色的眼睛里, 如洒上了一层血雾。 你果然不值钱。 他讥讽一笑。 陆称锦拿了一副假矿图来换,还命人将整个军山团团围住。 他根本没有将你的生死放在眼里。 你还在这里为了他做殉情的傻事? 简直可笑。 他不是不在意我,他是识破了你们的诡计,知道你们根本不会带我去交换。 文言,追影似乎突然生起怒火来,扣住他的手腕。 苏然手一麻,簪子掉在了地上。 你若想好好活着离开这里,就乖乖听我的话。 会哭吗?哭出生来,假装挣扎哀求让我放过你,声音越大越好。 苏然睁睁听着,却明白了过来,他苍白的小脸瞬间变得通红,他如今唯一可以相信的人,就只有他了。 如此,苏然点点头,追影走到桌前,砰的一声掀翻桌子,又踢了几下土炕,一片混乱的嘈杂声立刻传了出去。 苏然见状,捂着脸,也紧随着开了口。 求你放过我,求你放过我。 他的哭声乌眼婉转,气泪无助,偏用妩媚动人,落进外面那些人的耳朵里,简直要人命。 顿时,那些人眼前的画面,皆是娇媚的小娘子,被二当家的柔历辱墨的火热场面。 追影听到她的哭声,身形一致,禁不住,挥身朝苏然看过来。 屋内一片昏暗,虽然什么都看不清楚,但苏然感觉到男人停下来的动作,顿时尴尬地止住了声音。 可以了,走吧。 苏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但没想到,他竟真的愿意放她走。 公子。 快出发吧。 追影将一根缰绳挣给苏然,自己翻身上了另一匹马。 他在马背上问苏然。 会骑马吗? 苏然只恨不得立刻跳上马背,骑马逃出这里,所以不等回答他的话,已是利索地翻身上了马背。 看着他如此利索地动作,追影再没有说什么。 顺着这条道,再往前走十里路,就是关道了。 你走吧,不必再跟着我。 你马背上的包裹里,被有干粮和水,还有一点碎银,足够你回少县了。 说吧,他就回过头去,不再理会苏然。 他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,非但没走,还朝他走近过去。 你,为什么要救我? 这是他心里最大的疑惑。 追影料准他会有此疑问,头也不会冷冷地说。 原本想抓你去见陆成锦,逼他出来,与他好好决斗一场。 可你也看到了,我如今手上有伤,君子不吃眼前亏,我岂会再去送死。 苏然不太相信他这个理由。 虽然先前他没有听清他和他师兄说了什么,但感觉当时的氛围不像他嘴里说的这般轻松。 但他也想不出追影救自己的理由。 此番多谢你相救,可我只知道你的名字,却还没有见过你的样子。 日后想报恩,竟不知找谁去。 而且…… 而且什么? 而且,我感觉你有点熟悉。 所以,你想看清我长什么样子? 苏然没有想到他会直接说出来,脸上一红,继续鼓起勇气。 你敢给我看看你的真面容吗? 我们家乡有个习俗,女子主动相看男人的长相,就要对对方负责。 所以,你还要看吗? 苏然猜到他会推脱,却没想到他想出了这么一个推脱的法子。 连忙摇了摇头不再强求,他害怕山上的人再追下来,正要郑重地同他道谢告辞,那坠影却突然伸手,自己揭下了脸上的黑布来。 看够了吗? 抱歉。 倒不必道歉,方才那话不过一句玩笑,不必当真。 苏然争了争,这样完全陌生的面容和气息,终是冲散了他心底那一点漂浮不定的熟悉感。 若你真要报答我的恩情,就请你替我做一件事情。 公子请说。 若是锦王没有寻到此处山寨,还请姑娘忘记这两日之事,更不要引追兵至此,帮他们一条生路。 若是姑娘将来身份显贵之时,也不想被人提及你落入山匪窝一事。 姑娘觉得呢? 我答应你,绝不再像第二个人说出山寨一事。 苏然的心里也非常明白,若是被人知道他落入过山匪窝,无论他如何辩解,也不会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。 哪怕是陆成吉,他都没有十足的信心,他会相信自己。 所以,他连他也会满下。 告别坠影后,苏然再不迟疑,驾马朝着前方飞驶而去。 此时已过晌午,他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东西,又累又饿,刚吃下半个包子。 前方的关道上突然传来震动声,苏然探头看过去,眸光骤然一亮,那骑在队伍前面黑沉着脸的男人,不是他心心念念去追的某人还会是谁。 他扔了包子,跑出茶棚,去路边拦他,可马队的速度太快,飞驰而过。 他急得快哭了,追着骑队后面,喊了好几声殿下。 可混乱的马蹄声中,陆成吉哪里又听得到? 苏然跑回摔马的地方,苏然扯着绳子,拖着他往外走。 马大哥,你帮帮忙,快帮我追上去啊,不然又见不到殿下人影了。 傻瓜,你的马儿似春了,你这般拉他走,他哪里肯啊? 男人凉薄又细血的声音,在他的身后淡淡响起,苏然全身一震,回头看去,身后副手逆光站着的人,不是陆成锦,还会是谁。 苏然稚了稚,奔过去,扑进了他的怀里。 殿下,一语未了,眼泪已如滚珠子般往下躺。 在锦云客栈被劫后,他一度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陆成锦了。 如今能再见到他,苏然才知道活着的意义。 天知道,这几日他是怎么过来的。 陆成锦狠狠地搂紧了苏然,要将他融到自己的身体里去,再不分开。 两人相拥,不知占了多久。 陆成锦才恋恋不舍地放开他。 可有哪里受伤吗?他们可有打你虐待你。 我很好,殿下可有受伤。 本王很好,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。 阿云呢? 他也很好,我们大家都很好,只有你受苦了。 殿下方才从哪里来啊? 陆成锦垂眸深深看了他一眼,一把打横抱起他,朝着踏风走去。 回去再说。 陆成锦眼睛看着前路,嘴唇紧敏,神情冷厉,虽然没有在他的身上闻到血腥味,却不代表他没有去过那山寨,所以是他想瞒下的秘密被他发现了。 后面预防已经备好了热水,你洗过澡后,先休息一会儿,药熬好了,我再来换。 说吧,陆成锦起身,离开屋子。 见他这一般的形容,苏染的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? 他所料没错,天底下就没有男人对这个不介意的,哪怕他明明都没有做,可没有人会相信他从那种地方走出来,还能保住清白。 陆成锦不只是男人,还是身份尊贵,且占有预计强的男人,可苏染不甘心,他这般辛苦挣扎地活下来,就是为了要再见到他,不想与他分离。 他上前,拉住陆成锦的胳膊,咬牙溢住心中的心酸。 队下,你,可有话要问我。 陆成锦回头,最后落在他脖子间那处淡淡的伤口上,他抬手扶上去。 这伤口,怎么来的? 苏染手指收紧,将他抓得更紧。 是在山寨时,我害怕他们玷污我,拿簪子抵着脖子时,不小心留下的。 可是这一感? 陆成锦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,正是那只花簪。 苏染一点都不惊讶,他拿出花簪。 殿下,是在山寨南边最高的那个院子侧面的土坯房子里找到的吧。 当时,他们就将我关在那里。 陆成锦呼吸一致,只感觉心口脚痛得快喘不过气来。 是被毛连累了。 苏染原以为说出来就没事了,可他却发觉陆成锦的神情越发不对了。 陛下,我…… 本王还有事要吗? 晚点再来和你说话。 你好,休息。 不要,不要胡思乱想。 陆成锦打断他的话,神情恢复正常,胡思乱想。 事到如今,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? 他这般避而不谈的态度,如同判定了所有的事情,根本不容他再开口,连个解释都不愿意再听的。 苏染的脸上,勉强挤出一丝笑来。 我没事,你不用担心我。 陆成锦走到门口,又回神看向他。 本王等下会差人去少县给阿云他们报平安,还会顺道接邓氏和乐童过来。 邓氏是临线人,他的祖辈都藏在这儿,本王答应要给邓兄礼仪观众的。 苏染瞪大了眼睛,撑住眼泪,不掉出来。 我知道了,多谢殿下。 陆成锦走出屋子,长庭上前小心翼翼地劝道。 殿下,那头领恨毒了你,他的话不可信,姑娘看似柔软,失在纲领,不然也不会拔簪自尽呢。 可那根簪子,却并不是在他所说的土皮房里找到的。 陆成锦心痛如麻,整个人都快炸开了。 那根簪子,是在坠影的卧房床上的枕头下,发现的。 那晚,所有人都听到了他们欢好的声音,而坠影又为何愿意放他走? 所以,他到底应该相信谁? 苏染,苏染。 陆成锦惊慌地一声声唤着他。 殿下,你怎么了? 索性,怀里的人醒了过来。 他看到了陆成锦脸上的急色,甚至是惊恐。 他心里明白过来,挤出一丝苦涩的笑来。 殿下,是怕我想不开吗? 不会的,我不会做啥事的。 先前有那么一刻,他恨不能在山寨之时,那簪子再用力一点,直接往脖子更深处扎下去才好。 可他还有阿云,弟弟还那么小,他还要好好地照顾他长大。 所以,不论以后身上要背负怎样的污秽和不堪,他都不会寻断,他都会活下去。 殿下,是药熬好了吗? 我方才等等,不小心睡着了,陆成锦的心里越发难受和担心。 如果心里难受,你为何不哭出来? 其实方才我背着殿下,偷偷哭过好几回了。 这会儿子,殿下就不要再对我哭了,那双淡淡如星的眸子里一片通红,像撕开了的血,撒在脸。 陆成锦心土至极,忍不住低下头去吻他的眼睛,却被苏染轻轻避开了。 他不露声色地从他怀里挣扎出来。 殿下,让他们给我传药吧,我好困啊,喝了药,我睡觉。 你先睡吧,等我忙完公务,就来陪你。 等一下,让仆人给我留着门。 这里的床不小,我这几天累很了,想一个人好好地睡一觉,殿下就不要和我挤一出了。 他放下勺子,一口气喝光了药,静止往床边走去。 殿下,这几日为了我的事,你必定记下了许多公务,你快去忙吧。 忙完了,也记得早点休息,你真的不用担心我,我没事。 殿下快去吧,真的累了。 画壁,苏染闭上了眼睛。 很快,有均匀的呼吸声传来,陆成锦守在他床边坐了许久。 此番正在回京,父皇必定会给我赏赐。 到时,我就向父皇求求你,我也让长丁血信回京城了,让叔母们准备好了三叔六礼,等我们回京,一应所需之物,应该就晚妥了。 此刻一按,我已经想好了妥善之策,他们不会知道是你,你不用担心。 可药汤里加了安神汤,苏染似乎真的睡着了过去,一点反应都没有。 你要干什么? 红麻蚁感觉到了杀气,连忙摆着脸磕头求饶。 殿下饶命。 红麻想干什么,陆成锦一目了然,而对目离之下的人的好奇,自然是他的主子邓氏。 邓轻鱼的身子抖得像风中的落叶,却一句话都不敢说。 陆成锦却没有开口说什么,只对邓轻鱼说。 你随我来。 说吧,转身朝着书房方向去了,邓轻鱼一争,随他进了书房。 花架下的树荫下,苏染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 姑娘,殿下怎么就放过了那个红麻? 她方才明显想对你使坏来着。 苏染的心里,早已麻木了,她不是没有得手吗?如此,也算不得什么,殿下自是不好处罚。 可她明明对姑娘伸了手呀。 轩儿也不懂姑娘好好地待在园子里看花,为何还要带着这个木鱼?难道,姑娘以后要带着它过一辈子吗? 轩儿只觉得心都要碎了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躺。 姑娘,都怪奴婢那天没有跟着你。 不关你的事,暗云怎么样了?她这几天,有没有乖乖地躺着? 小公司很听话,伤口又恢复得很好,大夫说,不日就可以下床了。 如此甚好,苏染舒心一笑,这却是这几天里唯一让她真正笑一回的事了。 余生,她就守着阿云过吧,等弟弟长大成人成家娶妻了,她也老了,一生也算圆满。 书房里,不知殿下找我来有何吩咐? 本王曾答应邓兄,要纳你过门,而在北疆之时,却也依礼,纳你为测室。 按理,你回京之后,本王要接你与乐同入锦王府,可因着你的身份,本王在没有夺得东宫之前,不敢轻举妄动。 但本王决定了,这次入境后,本王会正式迎你进门,让你与乐同成为真正的锦王府的人。 邓轻鱼原以为她换自己进来,是要追究方才红妈对那女子下手一事,却万没有想到,她会突然提起,要让她正式入府了。 殿下,说什么,要接我进府啊? 是。 路成锦先谋看了她一眼,给了她肯定的答复,邓轻鱼的眸光骤然发亮,整个人如蒙天恩,激动地落下泪来。 天知道,她等这一天等了多久,她费尽心力,终于愿望达成了。 多谢殿下! 不过,在此之前,你要先答应本王一件事。 路成锦拿出一卷纸,放到她面前,邓轻鱼拿起来一看,是一份犯罪招供书。 受害人的署名,竟然是她的名字。 殿下竟是让我顶替苏姑娘。 不是顶替,刺客本就是冲着你来的。 他们抓走的,从头至尾都是你,你就是本案的受害者。 不过,本王不会嫌弃你,会照常迎你进门,给你侧氏之位,保你一世荣化富贵。 你觉得如何? 殿下要保住苏姑娘的清白与明事。 却拉我做起身,是对我不公平。 此事本就因你而起,他们一路追踪你从京城而来,而你一次两次不停叮嘱,擅自行动。 你的目的,本王心智肚明,所以你并不无辜。 殿下,我只是想回乡祭祖,我没有其他的目的。 你出京之时,公然让手下婆子对守城卫兵宣称你们是锦王亲眷家属,不就是希望你的身份被发现,从而让本王纳你入府吗? 他是平顺的日子过得太久了,竟一时得意,忘记了他的一举一动,都在他的掌控之下。 而那副铁矿图,是你祖父化贝半辈子心血制成的。 当年你们邓家遭难,也是因为此图。 本王寻到他后,将他误归原主,跟你却丝毫不将祖被心血放在眼里,丢弃了也不觉得可惜。 如此,你又有几份真心,是回来祭奠他们。 邓卿于面无人色,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真面目,就这样被他扒开,可他如何甘心? 原来,殿下是在为我没有拿出铁矿图救苏姑娘而生气,可殿下要将无名按在我身上也无用。 那么多眼睛看过他,殿下想瞒也瞒不住的。 凡是看过他的刺客,此生都不会再开口说话了。 除去逃走的坠影和被他活擒的头领,其余一个没留。 拔掉舌头,扔进了深山矿洞里做苦力,一辈子休想再离开矿山一步。 你身边那个小丫鬟胆敢监视本王,以仗币。 二红妈是你身边的老妈子,本王暂且留她一命,以后就随你禁于锦王府。 殿下的意思是要将我软禁于锦王府。 你名声尽孙,除去待在锦王府,这天下也再无你容身之地,如此这样的安排,与你是最好的。 殿下,你这样做,对得起锦阳吗? 我为你命都没了,你在他临终前,亲口答应好好照顾他的妻女。 如今你为了苏冉,这般对我,你往恩服役。 邓氏急欲崩溃,在得知苏冉被抓走后,他心里暗自欢喜。 因为如此一来,不论他与陆成锦有何关系,此生他都不可能再与陆成锦在一起。 可他万万没想到,陆成锦非但不嫌弃苏冉,还为了他不惜一切, 手段狠辣地替他扫平了所有的污点。 两相对比,他算个什么? 本王答应义兄的话,从未忘记。 可本王成了义兄的情义,却不会放任你为非作戴。 你敢说,上次苏家马车失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? 原来,他早已不安分,且野心极大,大到可以对镇国公府的姑娘和未来的锦王妃下手。 单凭这一件,莫说软禁你,就是要你性命都不为过。 陆成锦最后冷冷地警告他。 你不要想着拼个鱼丝碗破,将苏冉的事说出去。 这份招供书上,清清楚楚写着你的名字,你的话没有人会信。 再者,本王的锦王妃容不得半点污蔑。 你若再不知情重,休怪本王,泛脸无情。 此言已出,邓氏如判了死刑,嘴唇惨白,一直哆嗦着,却说不出半句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